在情绪不稳定之中 我们会发现到说 如果一个人经常感觉到 忧郁、焦虑还有紧绷的话 他是没有办法去觉察到 生活周遭很多美好的事情的 你知道吗 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他除了专注在这个目标上面之外 他可以去留意到生活之中 所有的小事情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到说 很多好事情都会发生在 我们的没有留意到的事情之中 所以当我们拥有一个 稳定的情绪的时候 我们更容易的可以去获得到 我们的好运质哦 为什么做过一个实验 他准备了一面 有30张照片的一个报纸 然后请了一堆人来去找 这张报纸上面有几张照片 答对人可以得到250美金 那你知道其实在报纸的 第二面跟第三面上面呢 就有写说不要数了 这张报纸有30张照片 那没有一个人注意到 第二面跟第三页 他们只专注的在数着 当下他们的照片的目标 所以为什么发现到说 如果一个人很紧绷的 很专注的在看着某一些东西的话 有时候就会失去到 我们留意到周遭的一些美好的事物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很喜欢的一个印度的诗人泰哥 他有提到说 最美好的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刻就出现 所以拥有一个高度的情绪 稳定的人的话 你可以更留意到你的生活周遭 你就会更容易的顾得到好运质哦 我是Eason 我是Quiz 拜拜 下次见